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伙佑 尊敬的各位同修 尊敬的女師們 先生們 歡迎臨臨澳洲東方華語電臺舉辦的 加拿大2012 全益中樹大型現場解答會 全球的紅化大師盧君弘台長 向全世界弘揚佛法 及中華傳統文化心靈放門 紅化足跡遍及世界各地 在北美 澳洲 亞洲 歐洲等 30多個國家和地區 引起巨大轟動 受到世界所有的熱烈歡迎和愛戴 並被全球媒體關注和報導 現在 全球已有五百萬的國友 跟隨台長修行 無君弘台長以佛化了仁愛慈悲 感化眾生 氣惡統善 以菩薩的大神通點化眾生 通過眼睛 修心 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2012年7月 由英國倫敦主辦 世界宗教聯合大會上 無君弘台長 獲得世界和平獎 這個殊榮 即年度世界和平大使 這個稱號 這不僅是世界宗教界 對無君弘台長 數十年逐一日 弘揚佛法 廣度眾生的最高肯定 也是我們心靈法門 學國人的無上驕傲 弘揚中華文化 學習國教精髓 研究圖騰世界 培養讀學精神 盧台長的博客 現在已經超過一千六百萬的佛友 跟隨台長修行 盧台長的心靈法門 傳的是人間佛法 教導我們如何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困難 盧台長的圖騰世界 幫助全世界的佛友 脫離開悟 脫離苦海 改變地域 靈念事跡 舉不勝舉 順利人群 無計其數 有太多的人 期間看見 觀世音菩薩 就在台長身上 也有太多的人 親身得到 盧君弘台長的八地救度 因此盧台長也被尊稱為 佛洛菩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本次盧君弘台長的北美紅綁之情 承戴著眾多佛友的期待和厚望 盧台長慈悲眾生 千里迢迢 專程來到加拿大 雲網大佛友見面 這一千代難逢的殊勝機緣 不僅十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成全 各於我們北美佛友的心情付出 密不可分 現在我們特別感謝 為本次順位 心情付出的義工們 同修們 佛友們 再一次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法會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們有請幾位同修上台發言 隨後盧君弘台長將為我們慈悲開示 接下來再由幾位同修上台 和我們分享他的學功請會和感悟 馬上盧君弘台長將會當場看圖騰 解答問題 大家請預先準備好各自的問題 當抽到您的號碼時 請到台前準備 恭請盧台長看圖騰的時候 如果您問的是在世的人 需要告知他的出生緣分以及生肖 如果恭請盧台長看過世的亡人 可需要告知亡人的性命 以及準確的寫法 加拿大是一個美麗和平的國度 這裡地大物多 民風蠢土 盧君弘台長心中掛念著每位眾生 富有萬里來到加拿大與大家見面 給我們帶來觀世音土大的最新開示 現在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恭喜我們尊敬的盧君弘台長 讓我們用掌聲 恭喜我們尊敬的盧君弘台長 請盧君弘台長接受同修盡獻的鮮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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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今天在我开始之前 我看到几个新闻都不是太好 说明了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的心不是太正 一个一对夫妻 一个夫妻吵架 吵架了之后 先生可能就跟他说了 我吃毒药 我要死掉 结果呢 他先生在里面真的吃了那个毒药 结果呢 人家就报警了 他的太太就不让一些救护人员进去 因为现在的都是房地 房产有规定的 就是说他不让他进去 不让他进去呢 一直拖到三四个小时之后 等到救护人员破门进去的时候 他同意进去的时候呢 他的先生已经死了 说明了现在的夫妻吵架了 这个缘分呢 已经不像过去 过去你想想看家家都会吵架 没有像现在的人这么不弱 你看看这个太太 他可以让他先生吃了毒药之后 说五六个小时他不让人家进去救了 也就是说这个冤结已经大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我们做人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能够明理 实际上就是要懂得一个人的心要改变它 我们活在世界上 天天想着我们要改变自己 就是今天来了很多佛友 你们也是想来看看台湾 说我们来讲有这个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我待会儿 马德鲁西我会给你们当场看出他们 但是在听之前呢 我要告诉你们 就是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想改变自己 但是为什么改变不了 我们每天都是想自己家里的好一点 不要吵架 我们的单位里的老板对我好一点 我的生意能够好一点 为什么你可以到东到西这么到处跑 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 实际上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的心 因为现在人的心比过去的人的心饿 而且饿的不是一点 是饿很多 就像我刚才告诉大家的 缘分已尽 这个男的肯定跟他说 你再这样我就吃毒药死了 他说太太你去死吧 你有本事真的吃 他真吃 吃了之后还不救他 想一想 这就是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冤结的严血 因为现在的人不是用良心来做事情 是用物质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 今天有力了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小朋友 明天没有力了 那么就会成为一个敌人 所以人的心主宰了一切 所以为什么现在人会生恶病 就是因为心太多了 因为人跟人都是恶气相托 所以看见谁都不满意 看见谁都不开心 连爸爸妈妈看见孩子都不满意 何况爸爸妈妈自己 少一辈子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人活的一位置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他有这么大的冤结 从小生出来的孩子 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 那么台长看见 我看见了 我今天来告诉你们 很多的爸爸妈妈前世都是不论人 很多的妈妈跟孩子都是前世的夫妻 所以尤其台长看 看得最多的是妈妈跟儿子 妈妈跟儿子很多都是前世的夫妻 所以当这个儿子要娶媳妇的时候 妈妈就觉得夺了她的情人 所以生气也不太好 所以为什么婆婆会对媳妇这么不好 大家听听听 所以我把这些我看到的事情告诉你们 你们就会明白 哦 这个妈妈为什么把儿子像老公一样的永远弄在身边 那为什么很多夫妻孩子生出来之后就开始吵架呢 本来孩子没有生出来之前 夫妻感觉挺好的 那么你们都知道实际上讨债为降临人士 大家都明白 实际上孩子也好 父母亲也好 夫妻也好 所以无债不来 无缘不来 不使人好债就是来还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学过学了半天 还不知道这些道理 还不知道这些道理 大家想想看 我听说像南大 很多的妙也是很好 到了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去拜佛 都去烧头香 大家想一想 就一年靠着这么一次烧头香 你能一年都好吗 修行靠的是长期的 就像我们一样 如果你不是每一天做好人 做一点点好事 你能成为一个好人吗 你每一天要做一点好事 那么你时间长了一年 你就会成为一个好人 你每一天都在拜佛 都在念经 那么你一年才会成为一个菩萨保佑的人 所以很多人临时抱佛脚 没有事情的时候 从来不知道拜佛念经 等到现在身上他癌症了 他就紧张 大家想一想 过去身上长的东西一摸 没有关系 现在只要身上长的东西一摸 接下来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癌症 因为现在末法时期 收人不一定是天灾 是人祸 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就会生癌症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现在癌症的病人这么多 排长看到呢 每一个癌细胞里面都有流性 就是我们说的 Spray跟那个ghost 就是那种魂魄 所以 美国科学家已经发现 在癌细胞提取物当中 他们化学出来 看着是里面一个鬼样的一个笑脸 我相信你们看到了这个消息 所以已经证实了癌细胞也好 做人也好 人不能太过 因为恶人他一定会生弱病 我要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生气的人会气死的 从自古以来 三国当中的诸葛亮三气周围开始 到现在的很多老人家被孩子气死 还有很多孩子被父母亲为了功课 考不上精英中学跳楼 这些都是彌彌相报 所以做人要平良心 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是心灵法门 因为现在末法时期 人肉体的病好治 心病难医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有病 我有一个学生是心理学家 在澳大利亚是个西人 他告诉我说他做过一个实践 他说在马路上随便拦一百个人进去 问他那些问题 结果平定下来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都是属于精神病患者 轻度 所以为什么人跟人一起吵架 就会说 医生军病 广多人说 七星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他说他神经病 他说他神经病 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 爸爸说老婆神经病 老婆说你这个老头子 早就是老神经病 实际上是什么 两个人都有神经 所以他有神经病 他看人家也是神经 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一点 心中有佛 看出去人家都是佛 心中有魔的人 看谁都不顺眼 如果你们今天 看人家左不顺眼 又不顺眼 你就想一想 你心中已经变态了 你心中已经有魔了 所以要学会 怎么让来调节自己的心灵 心灵能够主宰一切 当你想通的时候 你的心灵就开放了 心灵是锁 这个锁要靠法门来把它打开 所以叫心灵发开 心门打开了 你的心就开了 所以我们人间讲 叫开心开心 心打不开 你的门就关得死死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有这么多的孩子 都得了自病症 大家想一想 现在人多么自私 过去的爸爸妈妈 为了我们的孩子 虽然有意见 他们不舍得离婚 因为他们怕伤到孩子 看看现在的社会 这些小青年 哪有一个顾及自己的孩子的 因为我看见他实在忍不可能 因为我实在不能忍受他 因为我实在不能忍受我这个老公 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怕伤害自己的孩子的感情 我也要让他滚蛋 那么孩子就会慢慢的得到自闭症 在学校里他就会有一种压力 这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活着 不能为自己活 要为众生而活着 想一想 现在有几个人为人家活着 一开口 我没有利益可得了 我离你干嘛 我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让我来受这个气啊 为什么让我来吃亏啊 那么都是我自当头 那么这个人的境界就慢慢的下去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大家 我们要改变自己 因为生病实际上有三种情况造成的 每个人都会生病 实际上生病第一个是宿愿 宿愿是什么呢 就是你前世的 那么很多人说 狐台长我不知道前世啊 那么我想问你 虽然你不知道你的前世 但是你受到了暴力了 这个就是你今生受的过 那么为什么有个人生的家庭 爸爸妈妈身体很好 孩子生出来很健康 为什么有个人投胎 投了爸爸妈妈 抽烟喝酒 肺不好肝不好 那么孩子从小就有这些遗传病人 难道这没有道理吗 想一想 这就叫投胎投错人家 人都想好 为什么你没有好 这就是心 因为你上一辈子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过去跟你们一样 我看不见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没有前世 但我看到了之后 真的很可怕 他判你的时候 他是根据你上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 来判你到底投到哪个家里 在地府的十八野落殿都有的 你们没有看到 就像你们到今天 你们没有看见过空气一样 但是我们每天享受的空气 你们看见过电波没有 但是你们每天用的手机 你们看见过菩萨没有 没有 但是你们一求救灵 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让人能够明白 我们人事的这些苦 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难道不是这样的 我在澳大利亚 我们有一个女士 他跟我说 陆台长我很可怜 我被对门的一个中东人盯上 我不认识他 他就天天上门来盯着我 骚扰我 我现在非常痛苦 台长给他看图腾 我说 你跟他第一 前世有一点缘 第二 这个环老是你自己找来的 为什么 你的眼睛 结果他告诉我说 这个中东人住在他的对门 每一天开窗户 亮一顶阳台上 他总是非常寒情默默的 哈喽 天天的来这么一下 时间长了 那个中东人熬不住了 就直接上门了 可能这是西人的表达爱情的方法 然后吓了他 跑到我这里来 说卢台长怎么办 那卢台长就跟他说 没有关系 念经吗 他说我不能念什么经吗 借节奏 画解冥结 他说卢台长啊 我念解节奏 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怎么给他念呢 那对不对啊 我跟他说 你只能说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 化解我的恶缘 你们知道吗 你们烧香年号 靠的是心嘛 因为人的心不成 你的求的事情就不灵了 你们烧头香 现在你们知道不能求超过三件事情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报复的时候 你们知道不知道 把香插上去 要报自己的名字 还有很多人跑到庙里 像一插 不是啊 我身体好啊 不好意思啊 撑出来啊 哎呀我的家里有钱啊 工作好啊 你是谁给我讲 你们在加拿大大电话 是不是前面要报名字了 公司是不是要报名字了 有没有啊 有啊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司啊 啊 对不对啊 你们跟菩萨讲话 连自己名字都讲 你们想想看 首先 要改变宿愿 就是说 要把前世的业障先要消除 知道了孩子是讨债鬼 你就好好的还债 自己肉体还不了的 就念经还他 很多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了 就开始用爸爸妈妈的钱 在肚子里就开始生病 妈妈不停的生病 不停的发起来 对不对啊 所以这就是讨债鬼 那么这种夙愿 靠着念经的念经 第二种呢 就是台上跟大家讲的 心病难以啊 就是内伤 一个人内伤很重要 内伤是酒食才气 也就是说 啊 给我们很多人受的伤 是因为喝酒把肝弄坏了 我们抽烟把肺弄坏了 我们恨人家把心弄坏了 你们看看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 她笑不出来的 她脸很舒服 长得很漂亮 脸很舒服 为什么 她满肚子都是不满意 她看到自己的脸 每一天在脸上 合入三个小时 又擦这个粉 又擦那个露 她希望她能够最早嫁给Charles王子 她嫁不出去 她没有嫁到有钱的 她难过 她就天天不开心 看看这个人也是对她有意见 那个人也是对她有意见 实际上她的心态在转变 所以学博就是要改变心态 不要去恨人家 更不要沾染一些不好的习气 所以人的第二种病是内伤 我这样明白吗 还有就是我们说外感 外感 比方说你不当心伤风感冒 比方说你所有的不当心得罪人了 你们知道现在眼睛都会得罪人吗 现在很多的人你叫他笑 他笑不出来啊 为什么 他看见谁又讨厌 你想想看 你冲着人家不让你笑出来 人家怎么会对你好呢 学博人懂得一个叫报应 海长用简单的白话 我把告诉你们 什么叫报应 你今天白他一眼 他马上就白你一眼 你今天跟老婆吵架骂一句 老婆今天没有办法罢烦你 明天后天他一定会罢烦你 这就是人的心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要有气量 在外面感受到很多的能量 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被外界所燃烧 外界是什么 就是外面的环境 因为现在的人 把自己的心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香港精神病医院特满 那些带股票的人 很多人都成了精神病患者 你们知道 香港精神病医院 是怎么医治他们的能力 做了一块 仿制的股票的牌 把他们最喜欢的股票 全部往上升 用这个方法来刺激他们 哎呀 我的股票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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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当一个人 把全身的精力 集中在一个点上 而在这个点上 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的精神就会崩溃 这就是道理 一个母亲 把所有的心愿 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 当这个孩子 不能如他一代的时候 这个母亲就会崩溃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去把自己的精力 精神太集中 要把这个世界看穿 我们肉体的病好 是我们的内伤 外感 那些恨 那些嫉妒人家的心 让我们天天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这个就是造成你心灵受创伤的根本 你们今天来跟台长都是有缘分 今天大家接着一来 听听台长讲一讲 等一会儿台长用自己的功能给大家当场看 我可以看到你们的未来 可以看到你们的孩子 那么最精彩的呢 我能看到你们过世的亡人 在哪里 你只要把他的名字报给我 男女告诉我 你们就会得到台长大传人 你们的亡人在哪里 而且台长可以说出他的样子 我告诉你们 这些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很激动 我恨不得到全世界去告诉 所有不相信的人 你们都要相信啊 真的有这些事情啊 真的有鬼啊 真的有菩萨啊 你们想一想 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菩萨 你们看不见 你们心真有佛 你们就能感到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看大概几秒钟 就能看到 上海啊 美国啊 我在澳大利亚都能看到 他们的房子啊 看到他们的工作各方面的情况 有一个科学家 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弟子了 他说 师父 你为什么能够 我是靠电脑储存呢 电脑档案呢 我们再快 电脑里找一找 对方的档案 也得花上五分钟 七分钟 你为什么在七秒钟当中就能看到 我 那台长就告诉他 你现在在澳大利亚 你想一想你在中国的天津的母亲 你现在想 你想了没有 想了 你看到你的渣了没有 想到我家了 你看到你母亲了吗 想到母亲了 行上出来了吗 出来了 七秒钟 实际上 这个就是 当你意念一动 你就能跟他接上关系 所以自古以来 在中国就有一句话 叫儿行千里母担忧 实际上 当一个孩子 离开母亲的时候 或者离开父亲的时候 父亲挂念他 孩子会有感应 所以台长就是把这些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留学生在加拿大也好 做什么事情在加拿大也好 母亲和父亲的心老牵挂着你们 希望你们不要出事情 希望你们好 这就叫 为什么 就叫感应 所以感应是很重要的 大家想一起 现在的人呢 有在中国有一个女的 他是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一个老板 你知道他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消息没有 因为我是好传媒的 这种消息我天天看到 他在马路上啊 突然之间走着我 走走走 突然之间一条路裂开了 裂开了之后 下面是滚烫的水啊 他就掉下去了 烧掉皮肤的百分之九十 拉出来的时候 活现活流云的就是一个鬼啊 大家想一想 后来军堂回忆 他说 他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他已经做梦做到 他照镜子像个鬼一样 这就叫报应 所以不要以为 我们做一点坏事 没有报应 都会有报应 我们做什么事情 不是不报 食后味道 大家想一想 我们年轻的时候 狂吃 不管人 乳跟肉 把这个胃 撑得这么大 把胃弄坏了 当时为什么没有事啊 为什么到了上年龄呢 你的肠胃才会出现 癌症出现 肠年龄呢 那是你的长期的积累 这就叫报应 你今天骂了人家 人家马上骂你了 这就叫报应 所以我们天天在接受报应 我们还不知道 报应是自己找来的 就像烦恼是自己找来一样的 你不烦哪有老啊 你把烦恼抛开 不去想烦恼 烦恼就不乱了 所以 学博就是要大家提高晋性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人 像一艘船 这艘船 为什么会出毛病 因为 它超复合 我们天天为名为力 这些名和力 就是像船上的货物一样 当我们天天在追求名 追求力的时候 就等于给自己这艘船 加上了无限的重点 等到我们为名为了太多了 我们为了钱 我们把自己太多 要求太多的时候 我这艘船已经不能 载那么多的货物了 这艘船 你就会开始承诺 这就叫道理 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美国总统里根 潇洒 冲流济 当时做总统的时候 你看看他多开心 上去了之后 到了最后的结局 是被人家看不起的 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 是老年时代 所以为了名为了力的人 那是最傻的人 在人间还 亲命的为了一点钱 去跟人家争吧 去跟人家斗 为了一个名 你想想看台长说句笑 现在在国外 大家都想做什么 会长 在我们澳大利亚也是的 到处都是会长 我说开玩笑 爸爸是会长 妈妈副会长 女儿是秘书长 就三万 都可以登记的 你要这些名有什么用呢 在乘乘船走一走 你随便叫一声音响一言 会长啊 十几年才会回国 这些名的力 如梦幻泡影 时而过 时而如 时而游 我们为什么要去争 台长在开法会的时候 经常跟大家提到 过去的明点 现在到哪里去 我很喜欢讲一个笑话 就是现在的小孩子 我考试啊 这个当年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吧 很有名啊 少帅啊 哇 很厉害啊 啊 西安事变 好了 小孩子现在考试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小朋友填上去 张学也有 张学也有 张学良都不知道 啊 大家想一想 这就是人生如过眼云年啊 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 为了一点名 为了一点力 我们真啊 我在小时候 班学里的时候 我为了做一个三好学生 我天天留下来 扫地 擦黑板 不管是不是我值班 要想一想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 很多小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年轻的时候 一些感人的事情 现在都记不得了 你们想一想 你们过去对人家的恨 对人家的爱 包括你们过去谈过的男朋友 现在你们吹掉了 你们有没有感觉啊 当你再来见到他的时候 你到不了 跟他说 你好啊 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你不痛吗 因为 因为这些都是过去 所以菩萨跟我们说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过去 不可得呀 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了 我们要把握的如今天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未来 到底是属于谁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 控制好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能让自己 每一天 生活在贪嗔吃当中 我们不能有贪 在加拿大房子 已经挺好的 买了 有点想买apartments 想买了apartments 又想买house 你想想看 人的追求 那是无穷无尽的 有一辈子 腿都开开 还还非要缓缓 那买一辆mustee 所有这一切都是你们的贪心 你们为了这点贪心 你们付出的是生命 所以 所以 真正懂得合法的人 应该了解生活 了解未来 了解未来 也跟着台长在念心 你知道 他有一次轮到看图腾 他跑过来 盧台长 你看看我最近怎么样了 有没有财命了 我给他一看 我说 应该倒霉了 破财 他说 哎呦 盧台长 那财了 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 加拿大有没有 我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也讲 到香港什么 还有到其他地方 国家去 他们都告诉我 就是有一种叫 电话欺骗 他打个电话 告诉你说 你中财了 你们加拿大有没有 有了 有了 打个电话说 哎呦 你中了三百万港币 一千万港币 然后呢 你只要给我们 百分之十的A进费 就是我们的运作费 还有 好 你给了钱之后 你可以拿这笔钱 请你把你的账户告诉我们 然后 你就到你爸了 那个人啊 就是这样被骗掉了 六千块奥币 奥币 现在你账户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想想看 就这么一个电话 六千块钱没了 我跟他说 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你贪的 你不贪的话 你不要 对不对啊 台上也接到我的电话 人家问我要 人家问我要 我要 我说 送给你 我不要 所以 一个人 有社会的人 我不贪 我就不难怪 因为越贪 心里越难 因为求不到 在佛法界讲 叫求不到的苦 对不对啊 我今天先跟你们说这些 等慢慢的呢 我再告诉你们 怎么样能够求得到 你们肯定很喜欢听 这是正规的求得到 我待会会教你们 念神经能够求什么事情 大家喜欢不喜欢听啊 所以啊 台长告诉大家啊 我们现在呢 一定要懂得 要爱护自己的心啊 就眼睛平了 老的 那个 我们啊 因为就是他念太重 所以呢 才会有幻想 所以聪明的人 不要有幻想 大家念经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 远离颠倒 梦想 因为当你 梦想 有的时候 你就 颠倒 你看不清 大家听得懂吗 一个孩子 跟妈妈说 妈妈 我看那个男朋友 他对我更好吧 哎呀 他舍得花钱啊 哎呀 他对我好得不得了 实际上 妈妈说 我一看来 就不是个好人 他听不清 实际上 因为他有幻想 对这个男孩子 抱有幻想 他就颠倒了 他就 看不清 到底谁是谁非 所以 台长叫你们 不要 觉得 我在追求某一件事情 追求某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对他不了解 你以为这个事情是完美的 是不缺的 是非常好的 只是你对他不了解 因为你没有跟他生活过 但当你进一步 对他了解 对他认识的时候 实际上 他并不是像你想象这么做美好和完美的 所以 对什么事情 不要追求 台长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 你想在不完美的这个世界当中 想找出完美的事情 那你就叫颠倒梦想 所以 做人要放开自己 得过解 今天有缘分 我好好地和他过 明天没缘分 我想一想 我对不起他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 才无怨无悔 台长 希望大家 每天要吃一点亏 吃亏的就是圣人 每天肯吃亏的人 他就是圣人 每天想占人家便宜的人 那就是一个小人 所以 希望学博人 要肯吃亏 在家里被人家讲几句 给老公骂几句 给老婆骂几句 没有关系 吃亏就是便宜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他才会有慈悲心 一个人想把自己的缘分 keep going 我要慢慢地让他延迟 来继续 我就必须要懂得吃亏 我就必须要懂得人辱 佛法见证 人辱才能精进 当一个人 能够忍耐的人 他才能进步 才能做得高 看得远 举个简单例子 在商店里的职员 很容易跟个顾客 发生矛盾 想一想 马上把经理找来 经理 他就是能忍辱 所以他才能做经理 他一来就跟人家顾客说 对不起我们工作做得不好 实在抱歉我给你不还 想想看 为什么他能做经理 他能忍辱 为什么你在家里 你能做爸爸 你能做妈妈 你必须要忍辱 如果你天天吵架 你就不能做爸爸 你只能做一个单身案 没人肯嫁给你 在广播里 天天给人家看图腾 那么很多今天来的 湛拿大的佛友 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台党怎么看 怎么回答 台党有一天 就看图腾 就是因为我这是选出来的 因为我经常给人家看图腾 有一个听众打听电话 他说他的父亲 台党就说了 他的父亲就是手无矣 他就摸过着东西 台党帮他看出来 他的问题本在于心脏 而且他说 他姑亲的血很高 台党马上就跟他 已经跟他说了 那个 他的姑亲的那个图腾 他父亲是老虎 我看到他图腾的嘴巴 一张一合 还抬起虎腿 老虎腿啊 要踢人 我就说 我就在广播里说 我说你的爸爸 脾气非常的暴躁 他会骂人 他会砸东西 他会打人 这个听众听了哈哈大笑 他说 哎呀 我的哥哥就是经常被我爸爸打的 大家想不想听听这个录音啊 哇 谢谢 嗯 呃 呃 呃 柔和小 her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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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Arctic那马上湿水它就像水光元 静新淀滑 海边接浇 footsteps 精湿水关里润水疡esti 北海边留在戴上面 对不对 明白吗 明白明白 他的脾气也不小啊 是 大厉害 太厉害了 你说得太正好 太厉害了 真的啊 看得清楚楚啊 这个老胡 一会嘴巴长 一会嘴巴长 就是不听得到 讲人那么好的 哦 两个嘴巴都挤起来 所以你刚刚年轻的时候 发起一些 要杂的东西来 就打人的 是是 我刚刚听到 对一下他 对不起 对不起 很早 我刚刚听到这边的 鼓掌 所以 台长 天天在广会里 给人家看 不管你在哪里 你跟以后加拿大 打那个9211 630号 也能打进来 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在打这个电话 246台长 都给他在看 当场看 人后都知道 你的命啊 晕啊 什么都可以问 但是台长 就是 求你们一样 就是说 看出来是一个方法 但是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 所以呢 台长 也在来加拿大之前 我也可能 加拿大呢 有很多的留学生 实际上 加拿大的留学生呢 也是 但是很痛苦 所以做人呢 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不放弃 在 2012年 我不知道你们 五月份的时候 你们加拿大发生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留学生啊 三龙特利尔啊 一位女的留学生啊 凶杀啊 被人家一块一块全割掉了 最后 知道这个事情吗 知道了 啊 这个人啊 结果 这个人变态了 结果把这个女孩子的肉啊 一块块寄到各种 医院 这个 这个 不是那个 这个上帝院 就是这个政界的那种 上帝院的女孩子 然后 他还自己啊 还吃 你想想看 这种人 已经是变态到了七点了 所以 一个人 好害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 这个 代理 或者 责任 实际上 他就是 人家说 没有助他 保留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他 得到他倒霉 我们只能这么讲 实际上 为什么有些人就归倒霉了 而有些人就天天倒霉了 如果你们一乡进台长 还要教你们 念一些经 都是关心 不大的经文 都是在经文书上 会找得到 这些经文 你们念一看 你们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什么不好 台长 什么都不要 你们 我就让你们好好念经 要你们好好拜托 能够求个平安 所以中国人 双方讲一句话 平安 是福 现在 明天平安都求不到 你哪来的福气啊 好多一份的一个人 生来症 三个月 进行出租医院 化疗啊 放疗啊 穿刺啊 过一会儿 没有办法了 回家是重要 再过一段时间 走了 在我们身边还少啊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保护 我们就像一个美丫的孩子一样 我们在人间这个地方天天的在找啊 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啊 今天有关心 菩萨保佑你们 就像天上的母亲在召唤着你们 关心菩萨 去过大院 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是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对不对啊 关心菩萨的愿力是 有穷意义 你们就好好的求关心菩萨 肯定会有信念啊 所以一个人不要无知啊 一个人如果无知 就是不知道反省自己 那就变成无知了 经常要走一步看一看 我的人生走到今天 我失去了什么 我得到什么 我得到的是临时的东西 我失去的是良心本性上的东西 我今天良心还有没有 想一想 现在有几个孩子很孝顺 尤其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时候 很多孩子生出来懂得叫ABC嘛 对不对 澳大利亚的小孩子 像这种ABC的小孩子 他们不懂得孝顺 所以还敢在澳大利亚 全面跟他们讲 你们要孝顺父母亲 要知道父母亲把你们生出来 非常不容易 如果你们不孝顺父母亲的话 以后你们的孩子就不会孝顺你们 所以万事孝为千 学婆的人如果连孝顺都做不到的话 说明他没有佛缘 所以懂得慈悲的人 短得学婆的人 他首先必须要有孝顺 想一想 我们的父母亲给了我们多少 他们一辈子为家 为孩子 他们就这么 什么都没有带走 为了我们付出了一切 离开了我们 我们现在不是在走他们的路吗 我们难道不要找寻一条 我们勇敢能够脱离苦难的路吗 所以台长把这个心灵法门告诉大家 为什么在短短的这么几年当中 这么多的人灵念 而且台长从来不要你们做什么 我救到你们念经就好了 很多人给家里的王人一念经 王人在梦中就过来找他了 马上爸爸妈妈十几年没脱过梦的 他一念小房子 爸爸到梦中跟他说 我要三十九张小房子 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台长来我们就把这些好的消息 告诉你们 让你们能够跟个关思音图上 这位母亲 好好地把家找好 人的心就是家 心灵高兴了 你的肉体也会开心 你的精神 你的嘴巴都会开心 如果你的心灵难过 你嘴巴会骂人 你的心会难受 所以学活就是要把心灵打开 要去除安堡 所以台长就希望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心灵打开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什么都求 什么都要 台长告诉大家 你们知道吗 从我们的长辈开始 什么都要 什么都不舍得 我们很多的父母亲走的时候 这段亲戚 因为他曾经讲过我一句话 我一辈子不能原谅他 我死了 我又不要见他 所以他带了那些仇恨 他上不了天了 人要原谅人家 所以 你为了一句话 你可以生气一辈子 大家想一想 值不值 气死了 你每一天把那些气度放在心中 过了两天又把那些称恨放在心中 你再过几天又把那些贪贱 那些肮脏的东西全放在心中 你的心怎么会不出毛病啊 你的心怎么会不痛啊 大家想一想 就像我们过去的母亲 人家送一盒月饼 把月饼湿了 盒子留着 再过一段时间 买一双皮鞋 把皮鞋穿了 盒子又留在家 到了最后 家里不就成了个垃圾桶了吗 用现在电脑上来讲 你这个antivirus 就是那种病毒 你电脑上病毒越多 你到时间长了 你这个电脑不就死机了吗 你把每天的仇恨 对人家不好 心里不开心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心中 你这个心怎么会好啊 你这个心怎么不出毛病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要delay 要干净 要pure 一定要懂得 我们学佛修心的人 必须要干净 我们把心中的肮脏的东西 把恨人家的心 一切不好的不开心的事情 一天到加拿大来 就是希望你们的心要干净 就是希望你们 能够把心中的不愉快 嫉妒恨难过 他的什么东西 全部都要忘记 那就是帮你们来清洁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们才能活得开心 想一想我们还有多少年可以活 想一想这个世界 天灾人祸 一个地址可以死几万的人 所以人呢 现代人 因为求的太多了 所以台长今天呢 用佛家的文章告诉你们几句话 让你们受的威胁 台长告诉你们 第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平安是福 实际上是佛家的话 第二句话 功德就是受 经常做功德的人 做好事的人 他会严受 第三句话 知足才能富 因为当一个人 不知足的时候 他永远是贫穷的 所以当你满意了 你觉得我很知足了 你就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第四句话 随地来就是贵人 你什么事情都非常的随人 哦没有关系啊 哦可以啦 这个事情无所谓啦 你这个人就是贵人 人家觉得你非常好 人家就看着心 就是高贵人 如果这个人不行 真是讨厌 真是讨厌 你说这个人 你倒不认为他是贵人吗 放在柜子里都不用 所以大家说 认识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切自然来 一切自然去 自然就是缘分 来了 我们就好好的面对 今天生了个孩子 不管是草在的 烦在的 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养大 没有关系 爸爸妈妈 谁叫我们欠 这就叫缘的随 我们要开悟人生 就是缘成 当你明白人间的一切的时候 以这缘分就慢慢的成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本来就没有失去什么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本来就没有带来什么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没有失去什么 这个就是原来原去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名单日压 吵架争斗 我昨天在加拿大一些佛友 欢迎迎台讲的一个 苏参史上 我说了一个是我们 澳大利亚真的事情 一个上海人 我想在加拿大移民的上海人 也很多 上海人 他这个 他的妈妈来跟我讲 公开讲 我们家里在上海人 大家分房子 实际上上海人 什么都喜欢 叫亲爱的 因为坐公共骑士 马斯尔上学 叫巧位子 实际你去这座位子 好 他说这巧位子 这巧房子 两个兄弟抢 一个小弟弟呢 是跟妈妈在澳大利亚 一个兄弟呢 是在上海 那么兄弟抢到的房子呢 比他这个小弟弟抢到的房子呢 多四个平方 他的妈妈来说 海亚这个事情 你看一看 我的小儿子 一定要回去 跟哥哥 这位就是四个平方 你看看 他要不要去 海亚很自卑 我给他看图 我说 你这个小儿子回去 会有栽结的 我说你不要去 因为你这个 大儿子不是下来 结果他妈妈说 对了对了 我叫孩子怎么去 我说你叫你儿子要去 我才知道 我叫我小儿子不要去 结果 我不知道是他妈妈 同意小儿子去呢 还是这个小儿子 一定要去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 回到上海 他哥哥哥找人 打架打他 结果把他耳朵都拉掉 四个平方 把耳朵都拉掉 一个人 红个红个红个红 你们想想看 值不值得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为了一点名 一点名 还要去 我们没有 我们一无所有 所以想明白 想得开 你就是开悟啊 很多人说 我们跟法师 法师经常叫我们放下 叫我们开悟 什么叫放下 什么叫开悟啊 台长告诉你们 很简单 想得开 想得明白 什么都无所谓 因为旧状开悟 所以 台长经常喜欢说笑话 说 有一个小儿子 跟一个很熟悉女朋友 谈恋爱 谈了很长时间 一直没有结婚 一直没有结婚 那么人家就问他 小儿子啊 你跟你这个女朋友 怎么不结婚呢 小儿子说 一个巴扎不想 一个巴扎不想 你要去问他呢 他为什么不懂结婚 好了 终于等到 两个人结婚了 那么 一段时间之后 已经几年下来了 那么 小李正好和一个邻居 还有一位同友 三个人 混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 这个朋友就问小李 哎 你结婚了 感觉怎么样啊 那个邻居 讲的就说了 呵呵 过去 他说 一个巴扎 拍不想 天天在家里 现在结婚了 天天家里 又巴扎 Wah 想一想 夫妻 婚就是这种缘分 对不对呀 哪会不吵架呀 你只有忍耐啊 你只有安抚住自己的心啊 今天老公情绪不好了 我老婆就稍微忍耐一点 今天老婆不好了 情绪难过了不舒服了 你老公就得让他 那这样才叫和谐呀 天天给妈你说 我无所谓我想做一个 我想好为什么她不跟我好 你怎么不想想 你为什么不能忍耐呢 所以台堂跟大家所讲的一切 就是我们要懂得修一个气 学佛念记实际上是念气 气是什么的 人家说生气了 是不是生气 是不是气啊 气管了 这个人身体就不好了 对不对啊 气没了 人家说气素已尽 所有的假的都是气 所以人要管好自己的气场 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散发出来的气场 那就是不好 大家听得懂吧 如果你开心的时候 你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好气场 所以你冲着人家笑的时候 人家能够接受到你的好的气场 人家能够接受到你的好的气场 你冲着人家满脸的时候 人家接受到你的是凶猛气场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微笑不失 讲好话 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就要说 哎呀恭喜发财啊 哎呀恭喜你啊 新年身体好啊 那不就是气场啊 那为什么你要给人家不好的气场呢 长得一个漂漂亮亮的脸 为什么冲着人家 像欠你多怀你少一样的妈 所以很多人学了台长心理法呢 出去救人家的时候 就是这个脸啊 还把不下来 开始跟人家讲的挺好的 你知道吗 你台长是心理法是如何的 是学博啊 问事情不要救你啊 想问漫天的一个人不接受 马上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就是完顾不怕 你要啊加地狱了 你想想看 你不是把台长都坑了吗 那对不对 人家一听 哦就你这种样子 人家还敢是你台长的 啊法人啊 那什么老婆去穿 老公穿不行就是这个道理啊 老婆平时书都不得了 根本是台长学博了 哎呀有效果了 那我跟我老婆啊你要念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妈妈很好啊 哎不念 为什么 你念了啊 我警告你啊 我告诉你你这种 你这种混蛋 你不是眼睛 我告诉你你你学不好就 所以学不好 老婆我就不念 你就不念 你抽死了一下天 人家老公心里想 你这个老婆学台长 学博 学的都这个样 我还跟你学 我成什么样 所以希望你们 如果要跟台长 好好学博 好好念经的话 你们帮他们菩萨出去救人 你们必须心要善 人要善 人要善 感情要善 对人家要真心 人家才会动情啊 所以 救人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啊 这样才行啊 台长 那个 呃 跟大家讲啊 我在有一次看图中的时候 我们 看到了 看到有一个人啊 实际上 是 他是一个北戴河的佛用 北戴河佛用 他以前的是直肠癌 生直肠癌的 后来呢 他念心灵法 念心之后 念想房子 在五月份的时候 想要把外出的时候的 台长看到他呢 说他癌细胞 已经没有了 后来呢 他回到家呢 到夜一茶 果然就没有癌细胞了 所以这位博友 特别开心 打电话来 我也给大家拼一下 我喝的茶 您好 您好 我是北戴河佛 这几个通俗化 也就是备论 在军师 他以前是直肠癌 这几个疾病 会按锁 那去以后 他也给他看出过程式 说是能够癌细胞的 他前几天上的 我跟医院 没有经济检查 对 癌细胞是 没有的 现在 我们从新疏的 在中心上的 对 对 我们认识这些 有点好吗 是才能够向你 知道吗 在29万年大日上 一位同学 好 这就是这个 他就是感觉的 你家那个 多少人为了 人家还正 亲家状产产啊 真的 人家状产 自己不但是 亲家状产产 而且 好像影响到 这样一个感情情绪 对 如果孩子好的话 这是亲家状产事 对 对 他说的话 就把他以前大公司文医 这个文族常文 把公司的 这个公司以后 这个医学 就是我们的 祝您 可能保证 一定说 他已经马上 救人 救人 一定要救人 就跟他承认出一下 嗯 所以啊 大家呢 给台长一个面子 台长这么远的路来 我告诉大家 面面经 你们看看 看 你们工作会不会好 你们家庭 会不会好 你们知道吗 如果感情不好 你只要 念姐姐奏 把对方名字抱出来 姐姐奏 是小时候的人都有的 都是 造谱主的佛教念诵节 里面正规的佛法 你只要念姐姐奏 你们看看 你两个人 可如何吵架 如果你心理不好的话 那你要多念心经 心经的话呢 会想个痛恨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 最近要生病了 情绪不好 好 你要多念大悲咒 所以 比方说 你要谈恋爱 感情方面的问题 要念大吉祥 天与神咒 如果你 自己杀掉鱼啦 看到什么 动物啊 死掉啦 要念老神咒 实际上 经文啊 都像药医啊 但是很多人 都懂得经文怎么念 所以呢 他就 有些人干脆就不念了 实际上 一定要懂得念心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很多老中医 这么有名呢 实际上 他就是因为 中医 他能够医治 能够调节这些药 他能够把所有好的药 可以多少钱多少钱 他出来 放在一起 几两 放在一起 就是一味好的药 所以 念经要念得到 你们人间的生活上 所有事都能解决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最要紧的是 精神 精神最要紧 如果今天开心了 你们大家来说 哦 今天来了 我很开心 我听大家讲 大家我也有些受益 那么台长就觉得 大家都是佛缘的 所以 做任何事情 开心不开心 实际上就是精神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精神想不通 万事都是空 如果你什么时候 你精神想不通了 你什么时间都是空的 如果你精神想得通 万事都能通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想通 想明白 想开了 不就这件事情吗 算了 无所谓 被他骗了 就骗了 算我欠他了 那就过了 很多人给人家 骗了一点钱 难过了一辈子 大家知道吗 所以啊 有些事情要记住 在人间 有吃不完的亏 占不完的便宜 你在这个地方吃亏了 你在那个地方又占便宜了 你在那个地方占便宜了 哪有永远不吃亏 哪有永远不吃亏 只想占便宜的事情 所以学博人心态要好 要想得通 你万事先 所以开展跟大家讲 心态很重要 当一个人心态好的时候 他就能决定他的命运 所以很多成功人士 就是因为他的心态好 大家明白吗 所以情绪能够影响你的免疫系统 当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的免疫系统就下降 很多人担心担忧难过 忌妒 他就容易生灭于系统的毛病 癌症啊 血液不好啊 睡不着觉啊 你想想看身体怎么会好啊 所以这些都是佛礼啊 你们过去听见佛法以为很深奥 实际上佛法就是人间法 佛法就是到人间来帮助我们 刻度生活困难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要记住绝对不能生气 因为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他会在身体上产生毒素 来伤害你 所以一生气的人 血液爆裂啊 起初病出来了 什么病都会得 所以不要生气了 想通想明白 血液就是境界 你今天站的低 你看到很低 你今天站的高 你才会看的越高 想一想 我们开的汽车 在马路上走的时候 你在车厢里 你觉得你是最大的 你是老大 你不得了了 你开了这个车 想一想 当你开 坐着飞机的时候 你在飞机上开那些汽车 就像蚂蚁在爬一样 你又有何能呢 所以我们想通想明白 今天呢 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还要留很多时间 当场给你们看图腾 所以呢 我开市呢 不能开的太多 第一次跟大家接一完 那么希望大家呢 能够跟台长成为好朋友 台长很近 你们只要打电话 你们也能问到 但是我告诉你们 这个电话很难打 非常难打 但是今天呢 台长亲自上门 来给你们看图腾 就希望你们好好的珍惜生命 希望你们好好珍惜你们的佛缘 希望你们能够在家 就能够成为菩萨 大家想一想 说六道轮回 实际上什么叫六道轮回啊 在人间就有六道 大家想一想 被火烧死的人 被烫死的人 被车压死的人 是不是已经在地狱道了 想一想 关在监狱里的人 是不是在鬼道 想一想 我们如果今后想知道 我们到底投什么道 你想一想就明白 我今天从来不做坏事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天天做的人像人的 你下辈子还能投人 今天我做的人不像人 天天在背后 像鬼一样的在痛人家 在害人家 你下辈子就是一个鬼 恶鬼道 然后如果你在人间天天在救人 你做菩萨的事情天天在帮助人家 你死了之后你就能到菩萨道 因为什么样的人回什么样的家 什么样的人到什么样的道 所以要想知道 我今天以后能到什么道 就从今天开始 还要希望你们 从今天开始 学菩萨学佛 做好人做好事情 我们以后 大家都能在天上永远快乐 我们不但要在天上快乐 我们现在就要活在天上 我们现在就要活在天上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心态坦大 我们就要活在天上 我们心胸很开阔 我们什么事情都想得开 我们无所谓 所以我们能够克服一切混乱 我们知道人间是短暂的 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不幸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不幸抛弃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放宽 把自己好的德留在人间 我们不但要做好事 我们还要学博 要帮助人家 要记住 能够帮助人家的人就是菩萨 所以你帮助人家 你以后会得到善报 有了善报 就有功德 有了功德 我们才能上天 所以天天想求福求德的人 听台长的一句话 从今天开始 就做好人 多做好事情 你一定能够成为人间的菩萨 谢谢大家 台长 大家在这边看 沙瓦汉 然后呢 有一位 不是一位两位 他们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长马上回来呢 给大家看出他们当场 给你们看出他们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赤大菲特 盧君洪台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